小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具与欢乐秀 我是月姐姐 今天月姐姐给大家介绍的玩具 就是我们的一本书 什么书可以当作玩具来玩呢 小朋友们回忆一下 我们以前是不是玩过一种书 叫做磁铁书 那今天月姐姐带来了 新的磁铁书 跟小朋友们一起来玩 哇呀 这不是吊着一个大烟嘴 然后戴着一个眼罩的这种 海盗吗 那还有谁呢 还有我们漂亮的小女孩 还有小丑 那这本书里面的内容 究竟都是哪些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那我们的磁铁书里面呢 有很多这样的卡片 有海盗男孩女孩小丑 爷爷奶奶 还有一个受伤的男孩 那我们今天呢 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小海盗吧 小海盗 长得还是非常的有特点的 那这里呢 有我们的磁铁板 好沉啊 那这些磁铁板上呢 就是我们待会要用到的这些道具 那就比如说我们要贴海盗 你看 这不是我们海盗的帽子吗 那我们就可以把海盗的帽子 从这上面拿下来 然后呢 我们要找一找这个 这个蒜头鼻 是不是海盗的呢 那玉玉姐姐觉得是 我就先给她贴上了 嗯 那这个眼睛 好像也是海盗的眼睛吧 这个大胡子不就是海盗的吗 嘟嘟嘟嘟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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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黑色的帽子 眼罩 眼睛 鼻子 大胡子 烟斗 它还少一个耳朵上的窟窿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是小丑的嘴巴 还有 这不就是我们的海盗的东西吗 我们来给它贴上 是不是一模一样呢 那我们的海盗现在就做好了 月姐姐再来给它修整一下 那现在我们按照图片上的海盗呢 已经做好了 但是月姐姐觉得吧 我们这海盗这么玩也太没意思了 我们既然有这么多卡片是不是 我们可以给它换个眼睛啊什么的 我们来看看会不会很好玩呢 这个海盗是不是看起来也可以 就像没有睡醒的一样 我们给它加个胡子吧 我们把这个胡子给它拿掉 然后给它加一个老爷爷的胡子 好可爱哦 海盗立马就变得不一样了 哦 那我们 对了 我们刚才那不是有看到小丑的东西吗 这里呢 也有 所以我们来给它 再换一个 这样的话我们的海盗好像在生气 哎 你的压痒痒 这只眼睛有点太凶了 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温柔的眼睛啊 给他换一下 我们可以给他换一个帽子 给他换一个特别潮的帽子怎么样呢 你看 我们来给他换一下 海盗原来是个大光头 哇 我们的海盗瞬间变得特别的潮 特别的时尚呢 那我们再来给他换一个什么呢 我们还是把这两只眼睛给他换上吧 这个眼睛看起来有点可怕 我们这个现在已经完全不是海盗了 它看起来特别的无精打采 还非常的生气 然后月月姐姐给他配了一个小姑娘的耳环 那我们看看把这个嘴巴翻过来是什么样呢 看起来好坏哦 能把嘴巴摆正 那刚才还特别生气的 这个人呢 现在立马变得好像心情好起来了 哇 小朋友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磁铁书是不是很好玩呢 哦 月月姐姐在最后又给他换了一个嘴巴 那如果小朋友们喜欢这个磁铁书的话呢 想要看他们有各种其他的样子的话 一定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和月月姐姐一起来变魔术 那我们今天呢 一起用我们的磁铁贴了一个 抽着烟的海盗 但是后来呢 我们给他换了眼睛 换了嘴巴 哎 发现他整个样子都变了呢 后来变得哈哈哈哈 变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我们的这套贴纸吗 其实呢 月月姐姐觉得还是非常好玩的 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那如果小朋友们想要玩的话呢 想要知道他们有更多不一样的表情 更多不一样的服装的话 一定要和月月姐姐一起来玩它哦 好了 那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